在金山区通往水尾渔港的民生路有民众反应 马路双向的路中间都有一条整齐的裂痕出现 里长说这条道路通往水尾社区 目前社区有工地正在进行 常常有大车经过 有可能造成路面损坏 但是也有可能是新旧扑面接河处所造成的缝隙 因此议员张景豪也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要求改善 在金山区通往水尾渔港道路的民生路 一群人正在马路上讨论 里长说由于这条道路虽然已经铺设了超过四年 但是看似路面平坦 有民众向里长反应 从民生路往水尾渔港这五百多公尺的道路上面 马路双向中间都有一条整齐的裂痕出现 质疑是品质不良 因为这个路面已经有裂痕了 因为会影响 怕会影响地方这个基民出入的安全 裂痕是最近才 因为我们社区也在盖 是说怕会影响 你这个铺好了 铺好了 那个大车也在进出 怕会影响 所以在等社区完全盖好了 我们再来铺这个路面 改善这个路面 里长说这一条道路 通往水尾社区 而社区当中有工地正在进行 常常都会有大车经过 有可能是造成路面损坏的原因 但是也有可能是新旧铺面结合处 所造成的裂缝 因此议员张景豪也邀请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并且要求改善 那为了担心就是让大家行车的安全 我们今天特地邀请了公所 还有养工处 还有我们的里长过来看 那主要我们就是 今天的会议结论就是会请 我们的公所来报 我们的估价之后 会报我们的前瞻计划的 养护道路的部分 那预计1月10号以前会 承报上去 那如果我们的前瞻计划没有通过 我们会有公所来执行 就我们从我们的外面的道路到水尾 中间破损路段会整个来做一个重铺 里长说这条路面 虽然目前只有路面中间出现裂缝 但落续时间一久 加上下雨轻徐 裂缝就会越来越大 而且还会出现路面高低差的问题 而议员说要求公所 以及市府养工处来改善 也会申请前瞻计划经费 未来也会希望可以尽快发包虚工 还可以在地居民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记得许多艺金山采访报道